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缺電的問題 王美花是打死不承認 他說絕對無關缺電 這個限溫令 就是冷氣開太強 會不舒服 所以絕對不是缺電 他說推這個23度的政策 的確是可以省電 但是我的用意是 關心大家感覺上面舒不舒服 這個體感的問題 他說所以餐廳 會議中心 冷氣開太強 讓人家不舒服 又浪費電 這講法就跟李光耀當初講說 新加坡成功的秘訣 就是冷氣機 因為這個可能在熱帶地區的 這一個國家 可能溫度高就會影響工作效率 他說所以自己擔任 總理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公務人員的辦公大樓 裡面裝冷氣 這也是公共事務 高效運行的一個關鍵 這王美花跟李光耀的看法 非常的不一樣 那再來我們也看看 就很多的梗圖就開始出來了 就說原來我們室溫 低於這個23度要罰10萬 但是對比這個行人地獄 如果開車撞到路人的話 是罰3萬6萬 這個冷氣溫度 罰得比這個撞到人還高 所以這個民進黨是認為 開冷氣的罪惡 比起撞人 開車撞到人 還要來得嚴重嗎 我們這樣子更理解這個 民進黨的這個價值標準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王美花被大家這樣子講說 這個縣溫令的事情 他生氣了 他下了重話 他說你們這種評論 讓人很遺憾 他說我們的同仁很辛苦 找了1300家的店家配合 走了好幾個月 你們這樣子評論我們是缺電 真的讓我們覺得很遺憾 那可是你自己已經當了4年 你從2020年就上任了 到現在快要4年了 你都還沒有推這些政策 合一合二場退役 開始實施縣溫令 那就不就是預防 今年夏天的缺電 這時間點就是這麼的巧合 當初你是怎麼講 保證台灣不缺電 然後賴清德在2018年的時候 也保證無核不缺電 結果現在通通都缺電 然後還不承認 所以你看看 王美花現在通通怪到哪裡 都不是缺電 這是冷氣的問題 這是感覺的問題 我問了你們體感的 舒適度的問題 那是不是有點打臉 蔡英文跟蘇貞昌呢 原圖是長這樣子 我們多了兩個巴掌 好像你們那時候在推斑斑 有冷氣害到了美花 都是你們推什麼斑斑 有冷氣 沒有電才舒服 沒有冷氣更舒服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高雄的大旱 30年來的大旱 現在高雄的半坪湖 一滴水都不剩了 湖底的裂開 還有樹木全部都乾坷 你看到這一個 半坪山的山路上面 這個完全的 這個一滴水不剩 驚喜的對比 通通都均裂了 這非常的嚴重 那你看到還有高雄 有200多個用水大貨 現在直接用千鋒起來 就是說有944戶 平均用水破千度的用水大貨 減供一到兩成 那實施兩週之後 還有將近五成 沒有依照規定減水 所以乾脆直接把你遷封起來 人家想說 哇 這麼絕對 現在連這個護國神山 是不是也要被你遷封一下了呢 再來我們看看 他們到底用什麼方法 來解決水的問題 這就厲害了 這民進黨現在就用祈禦 然後求神問佛 你看看這王美花講說 這個要開鑿水井 這個在風水期前會穩定供應 這4月11號的新聞 可是蔡英文又去向媽祖祈禦 蔡英文還說 哇 總統一來就下雨 現在都開始要用這種義和團的方式 來面對這個缺水缺電的問題 還有南部這個大水 大旱 不是大水 大旱水情吃井 這個鄭文燦提了這個抗旱的方案 他說這個還是要靠老天爺 要多拜拜 祈求雨水趕快下來 我們以後可能都要跳一些舞 祈雨舞 希望雨趕快下來 再來我們講到 既然有這樣子的一個部長 我們就不要太高的期待說 我們的台積電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對策 因為現在他說 艾斯摩爾 台積電因為降低了資本支出 所以就直接砍了艾斯摩爾 大概四成的單 陸媒就講說中芯國際 逆勢擴張 所以陸媒講說整體的EUV市場 因為這個中國的中芯國際的訂單穩定開出 所以半導體業者的供應策略 可能會再度請閒你台積電砍單 然後他就轉移客戶 可能就去找這個中國大陸這一邊 那這個台積電 現在要下調全年的資本支出 我們就找了一張圖 這是之前的圖 之前的圖是從說2013年開始算到2023 說2023預估會創新高 但是我們自己幫它下修了 因為現在最新的這個數據是說 據說可能會下調到321到280億 最少可能會這樣 就直接回到了這個2021年以下的水準了 所以這是非常大的一個警訊 那這呼應了張宗謀當初講的 他跟裴洛西直接潑冷水說 這是天真過了頭 你們現在要搶這個半導體市場 可是台積電去到美國成本增加那麼多 完全沒有辦法 那時候艾斯摩爾不是也是在那邊講說 沒有辦法配合美國的要求嗎 也是有困難 他不願意配合美國 一起來制裁中國大陸 所以這一切似乎張宗謀早就都預料到 我們先問一下洪威姐 我先講一下就是這個就有關下 就旗雨的問題 因為蔡玉雲那時候說 哎呀這個總統一來就立刻就下雨 那現在南部又有很久很久沒有下雨了 那是不是應該讓蔡總統 攻擊蔡總統再去旗雨一下 不是台灣馬祖婆嗎 來旗雨一下 讓這個南部能夠有多點水可以用 上個星期六因為我跑去高雄 你知道張惠妹的演唱會 然後我就住宿 那在高雄的飯店裡面 有時候你住飯店 有時候你就想泡個澡 你知道就在他們那個 就是那個澡盆上面就寫一個 就是說請節約用水 盡量不要整個泡澡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就知道就說 高雄已經缺水到什麼樣的程度了 你知道嗎 還要讓客人說 那當然的話我就想說 那就應該節省一下用水 就不要 對 就趕快就沖個澡就好了 可是現在已經真的都影響到 影響到所有的民生 還有其實你說所有的旅館 或者這些服務業 他們當然希望能夠符合客戶的 這些需求 所以大家現在不是節衣縮食 是節衣縮水 那所以請問一下 政府到底可以拿出 什麼樣的一個對策來 那另外我覺得這個台積電的問題 其實台積電問題滿嚴重 因為它法術會還沒有到 它是有什麼兼末期 但是現在陸陸續續都傳出一些 並不是一些很好的訊息 這裡面像之前 包含那個巴菲特去看 那個 對 看ADR 因為它有地緣政治的關係 考慮到它這個現在處於中美對抗 地緣政治的問題 然後另外台灣 台灣也有台灣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你看缺水 剛剛講缺水 我們以前就講過 很多人都說台積電 它是護國神山 但在另外一方面 它是有人封它是叫做吃電的怪獸 也有人封它是叫做吃水的怪獸 就是說它像海綿一樣 因為它用水跟用電量都非常非常大 那台灣現在問題是 又缺水又缺電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覺得護國神山能夠做什麼樣的擴廠嗎 它能做什麼樣的投資嗎 所以現在在市場裡面盛傳的 就是它要削減它的資本支出 大概40億美元 所以現在市場一直在盛傳這件事情 好 所以這些問題不僅僅只是地緣政治的問題 還有即使沒有地緣政治 台灣也有缺水缺電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政府都只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粉飾太平 告訴你不會缺電 告訴你缺水也沒有那麼嚴重 記不記得那時候大家都問缺水的問題 那個王美花告訴你 沒有啊 我們中部 我們中部都不缺水啊 對不對 南部這個蓄水量低一點 可是問題是 現在連 現在連石門水庫的蓄水量都大幅下降了 那請問一下 政府到底有沒有能力 還是天天只會在那邊說幹話而已呢 好 請教霍恩哥 贊勳 我覺得這種苦日子 這種就是不分藍綠的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這個貿易壁壘 兩岸的關係不好 這個敵意螺旋 你說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大家苦不堪言 只有投給韓國瑜的被懲罰嗎 不可能 你說這個大家 已經談了一年多都不太想談的蛋 這個投給蔡英文的 投給高嘉瑜的就買得到蛋嗎 你也一樣買不到 而且蛋一樣是漲價 所以我看剛剛這個 財心理台的新聞 其實我是滿欣慰的 觀眾朋友這在哪裡 這在高雄 這在高雄 你不要覺得我有什麼 幸災樂禍的感覺 這在高雄 可是如果這個是韓國瑜 還在當高雄市長 他就死定 可是沒有關係 這個之前我們上禮拜討論過 台積電不來了 不來就不來了 有怎麼樣嗎 你看看高雄的巴西立委 都是哪一黨的 都民進黨的 國民黨現在拿名 拿名 拿名 高雄 現在提名一兩個 國民黨很多選區找不到人 一個 還有七個沒有人 涼涼 所以官方你覺得公平嗎 我也幫這個蔣萬安講句公道話 請問蔣萬安上台幾個月 這要算月了 台北市的年輕人 失業率這麼高要怪誰 當時是怪韓國瑜 不是說韓國瑜 當時怪柯文哲 很多人支持柯文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就是你們要去找賴清德 但你如果說我要搶公青年票 怎麼會有人覺得 蔡英文跟賴清德做得很好呢 如果你們做得很好 我們為什麼很苦呢 我們是裝得很苦嗎 是真的很苦 為什麼很苦呢 就是你執政不好 柯文哲還在美國訪問 覺得我年輕人都投柯P 柯P 柯P 要跟你失業率最高 你們都不覺得很奇怪嗎 覺得我們要信賴台灣 我們要繼續支持民進黨 你日子有比較好嗎 不要這樣 所以觀眾朋友 不要再做傭伯生 就你覺得他做得好不好 你自己來判斷自己來衡量 怎麼會每次都這樣子 這個不是說我要幫國民黨拉票 是我們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 就是我們要對民進黨的期末考 蔡總統要交棒給賴清德 你覺得賴清德 這個執政你滿意嗎 這樣的兩岸關係 這樣的經濟狀況 這麼高的這樣的失業率 這些年輕人 你們不是很討厭國民黨嗎 對不對 那你就繼續投柯文哲 繼續投民進黨 看你有沒有工作 這個是黨跟黨之間 候選人跟候選人之間 是要比較的 請大家動腦想一想 不要被你的意識形態 給框架住了 好 問漢婷 引用佛經 人亡護國經裡面有一段話 叫做國家遇亂 鬼神先亂 鬼神亂故 極萬人亂 這什麼意思呢 你看台灣現在這個樣子 缺水缺電 缺工缺料 缺蛋缺藥 官員又缺德 所以這難道不是天災人禍 然後國家大亂嗎 而國家大亂就是鬼神先亂的天怒人怨 那為啥呢 因為執政黨不敬鬼神 執政黨自己就是鬼神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動不動雙重標準 動不動就亂搞 那當然旁邊我們要補一句 叫民俗說法不可盡信 有人說你看這個很迷信 迷信 現在我們執政黨缺水 然後要靠旗語 然後要去拜拜 這還不迷信嗎 難道有比這更迷信的執政黨嗎 有比這更不講科學的執政黨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所謂官員跟立委 遇到缺水 然後要講說你看總統來了就下雨了 我們要去多拜拜要多騎雨 他正經的事不干 什麼是正經的事情 就是認真去檢討 我們在2017年跟2018年的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在水環境的這個資源裡面 我們總共投注了1807億元 為什麼還是缺水 錢都花到哪裡去了 那到底所謂的再生水到哪裡了 到底所謂我們的節流開源又在哪裡呢 或者我們的浮流水又在哪裡呢 我們對於水庫的整治進度如何 通通沒有人檢討 沒人檢討怎麼樣 乾脆來祈雨 對吧 就只要大家來祈雨 就不會有人記得 原來我們曾經花錢 想要去增加供水的問題 也不要忘記了 我們在2021年 就前兩年的三月份 那蔡英文行政院一樣 又推出了一個所謂增水計畫 又增加了160億 那這160億又花去哪裡了呢 不要問 不要問 反正我們缺水就是旗雨 總統來就下大雨就好了 就在搞漁民教育 真正在用宗教治國 這就是現在民進黨在幹的事情 以前告訴大家說 你看如果要計畫 我們就不缺水 不淹水喝好水 結果一個都沒有實現 但最關鍵 到底錢又跑去哪裡了 那到底有沒有成效 那當時負責的是誰 不就是領頭的賴清德嗎 結果現在賴清德還要出來繼續選 然後他說我能夠給大家帶來民主和平繁榮 民主和平我們下一段再講 但繁榮呢 現在哪裡有繁榮啊 現在老百姓的生活哪裡有繁榮呢 什麼東西都缺繁榮何在 我看只有繁榮到民進黨自己的荷包吧 所以官員是越來越繁榮了 但是小民的生活是越來越貧窮了 不是講說搭飛機還要被拒絕的那個小民 我們貧困的市民或者講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我們生活並沒有在這幾年過得越來越好 實際上越來越好越繁榮的是誰 就是只有民進黨的肥貓自己 所以感覺起來 這個民進黨感覺好像變成了一個宗教信仰 就是不要講太多 相信就對了 信賴台灣就對了 然後你不要問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 謝謝